不行 要是沒有稿子 那我就說不清楚 各位來賓 下午好 今天我非常高興有機會和大家一起 在這裡舉行畫展的開幕式 首先我在這裡代表我們全體家人 像舅金山這個中國總領事館 館長 董事館長 董事館長 這個人發強先生 對不起啊 你看我都照著念都不一樣 王氏 理事 像北京匡師董事長 董事館長先生 像我們這個亞洲藝術中心的蘇建華館長 還有像亞洲的藝術博物館的館長 今天來了沒有 沒有 藝術博物館長 沒來 還有高牧生教授 高牧生教授 高牧生教授 在後面 高牧生教授 向先父的好友 美人教授 向專程遠刀前來的林牧教授 向我們大風堂的同僚 98高齡的副委員師兄 向今天到場的各位嘉賓 表示熱烈的歡迎和衷心的感謝 我們做這個展覽 是希望高位大風堂的創建者 我們的善之二 先二過父 和我們的先父 還有我們先父的自由 也是我們張家子 十分尊敬的長輩 郎晉三老伯 1994年初下 設立保羅去拜望郎老伯 在戲談中 郎羅伯鼓勵保羅 要繼續作話 要盡量和大風堂的師兄師姐們聯絡 要培養教育大風堂的團成 要將大風堂的藝術風範發揚光大 郎伯伯特意書寫了一個 就是大天藝術牆這幅字交給保羅 為了將來大風堂三代畫展之用 第二年 105歲的郎老王去世了 這二十多年來 郎伯伯的這些墨寶 一直珍藏著保羅的刻意 郎伯伯的引起希望 也一直激勵著我們 這次我們得到蘇建華館長盡心的策劃 得到北京匡市董事長的 董哥強先生的鼎鼎支持 又得到今天到場的各位嘉賓的熱愛 我們這次此來的大天藝術牆發展 終於得以順利舉辦 今天在這裡成功的開展 大家都知道大風堂有眾多的門人弟子 但因為這些年屬於聯絡 因此這次展出的門人作品 僅僅是來自我們家人的部分收場 這顯然是不夠全面的 我們希望在這一次大風堂三代化展 只是一個開始 我們相信今後還有機會 爭取到更豐富更全面的大風堂三代作品 我們也希望大風堂的一代 能夠一代一代得到堅守和傳承 我和我家人再次謝謝大家的光臨 謝謝 謝謝張先生女士